因格兰胜瑞典容易,还是俄罗斯胜克罗地亚容易,赔率准确吗?今晚将迎来世界杯八强决赛,最后两场四对综合来看上四强,都可以破自己历史记录而俄罗斯进八强在自国都很惊讶,先是5比0沙特,再碾压埃及萨拉好,虽然完败语物拉归,但也没有过多赢的必要,轻松出局,进八强时不惧西班牙1比1班平, 这也让过人刮目先看赔率上要低于瑞典克罗地亚,是本赛季公认黑马,每局比赛都完胜对手,除了惊险胜过丹麦,也没有什么坎坷,现在面对东道主,也是偷笑中瑞典在于瑞士打球时给观众的感觉,好像就是在玩,不像个比赛样子,虽然进一球,小胜,但是给我感觉没有参考价值英格兰,本赛季对手, 一般都是送分宝宝,面对强硬对手比例时也是毫无办法,这次面对瑞典也是乐呵呵现在的盘口赔率,尤其是本届给个人的感觉,完全就像是烟雾弹,盘口概率A50还有必要参考,除了胜,再防平,而且还不一定赢,不如提示大家胜平付全买币中呢, 这两场给我的感觉将会是两平局,瑞典平英格兰容易一点,但是在东道主的地盘,我感觉有毒啊,克罗地亚能受了吗?西班牙都被毒跑了。